相同的意见,我不一定见得同意这个邪恶轴心这种说法,但是呢,个人有自己发表自己言论的自由,发表出来以后呢,个人做个人的反应,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其实也是很严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就有关于医疗改革的这样一种辩论, 那么在这个双方,也就是在这个医疗改革这个辩论上面呢,可能也不止只有双方,各方呢,都是在这个距离力争,有的时候呢,批评呢,都是很严厉的,所以呢,你有时候在这种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呢,要看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想进行交锋,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到街上真枪实弹的进行交锋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非常认为,我们认为这种言论自由呢,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人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这种权利,不需要用通过暴力来实现 好,那我们再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的电话,湖南王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那个,我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排名,那个,只是把中国排到第五是习近 所以这样一来,这个标准呢,我们衡量的标准呢,就要不全面了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就是,你们这个排名呢,是 比如说排在第一名,失败的国家,或最后一名,是哪些国家,中间有哪些国家 另外,还有,似乎也包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国家 如果把它整个排名表能够出示给我们,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的公正性和开关性究竟怎么样 当然,我对于我们的这个六四年的国庆,这种宣扬宣扰,我也觉得过分了 因为它没有,至少没有讲我们过去六四年当中的严重的错误或问题,以及失败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对于你们的这个,我还是持有一定保留的,因为我不清楚全面 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还不知道你们的排名情况吧,谢谢 对,那个湖南的王先生,您好,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是,在这个排名表上呢,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在这上面 而且呢,就是前十名呢,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分别是这个,像索马里,津巴布韦,苏丹,乍德,刚果民主共和国 伊拉克,阿富汗,中非共和国,贵阿纳,巴基斯坦等国家 大部分都是非洲国家,那么中国呢,是排在比较靠前的57位 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不知道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不开放这些数字 那么你可以去查一下,刚才这位贝克女士所提到他们网站的情况 上面有报告,详细的报告,177个国家 下面我们再接一下黑龙江张先生的电话 黑龙江张先生,您好,请讲 哎,嘉宾主任你好,嘉宾查到这个指数啊,查到那个伊拉克也好 就是一些国家,有些国家都是美国直接造成的 就这个指数你们是通过怎么来统计出来 是通过采访中国一些这个老百姓啊 还是通过一些官方媒体来的一些这个数据 一些可以说国家对一些一些法律制度啊 逐渐才去见钱 在见钱当中呢,可以说媒体当中起立一些一定的作用 在作用当中报道一些事实呢 对有些人有哪些影响 是不是有些问责和追究 有些问题反复的不断的报道一些投诉 我希望美国自己呢 这些问题要走入深入在网络当中 是能采取一些哪些数字真正的能统计出来 谢谢 好,谢谢你,黑龙江的张先生 我希望就是说,希望您有其道 可以得到这些具体的数字 再接听江苏赵先生的电话 江苏赵先生请讲 主持人嘉宾早上好 我个人刚刚在在线收听了一下 这个嘉宾提出来把中国列为57名 我个人的看法来说的话 在我生长的三十年当中 从内心来讲的话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新中国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至今快六十年了 在这六十年中 当然了,中国共产党也出现过严重的触悟 但是我个人感觉 在这我经历的这段 就是从我生下来到现在将近三十年 我个人感觉 就内心来说 还是很佩服共产党的 共产党能把中国大陆 能建设成为现在这么强大 而且外汇储备在世界来说 是世界第一 在有些方面来说的话 不敢说是世界第一 最先的前几名 但是在总体综合国内来说的话 确实是做得已经非常非常的强 当然,现在国内现在出现了一些矛盾 确实是一些突出 在特别是有些美国城市 比如说土地之类的这些 确实是存在一些比较不好的 还有比如说像对网络上控制的 也许是比较严重的 在言论自由上 这些东西确实控制的 还是比较紧 但是总体而言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 至今 特别是最近的这二三十年时间 可以这样讲 在历史上来说 除了唐朝和汉朝以外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强大的时候 谢谢 好,谢谢你 这是金先生的电话 下面是广东金先生 请讲 你好 你好 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请把收音机关小 不是说中国 请把你的收音机关小 否则没法听 是一个失败的 好了 我们现在没办法听 这个广东金先生的电话 不要了 好,那个贝克女士 刚才呢 有几位听众呢 说这个中国呢 现在取得的这个进步呢 是非常惊人的 特别是刚才那个赵先生呢 他年龄不大 可能不到三十岁 所以他出生到现在 这段时间呢 觉得是中国是在非常大的进步 您对以上那个听众和这个观众呢 发表的这个看法 有什么回应 我也同意这一点 我早些时候也讲过了 我觉得 从经济的指标上面来看的话 单纯的从经济上面来看的话呢 中国的确是 取得了很长足的进展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还用其他的一些标准来衡量中国 我想很多的中国人呢 就打电话进来听众 他们也是用这些其他的一些指标来衡量的 那我的确是鼓励大家 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更多的我们的这个指标 当然有些人可能上不了 我这个网站呢 是www.fundforpeace.org 那么刚才我们没有说 12个指标都讨论 我们只讲了一些对中国 就是说关系比较大的一些指标 那所有的国家呢 都在这个指标上 不在指标上的国家呢 是那些非常的小 所以而且数据不够充分的一些国家 我在这里还要讲明一点 这些数据呢 都是从公开的来源来的 我们大概有9万个这个来源 数据的来源 它是电子的这些数据 是从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包括了中国政府 也有非政府的一些来源 那么还有来自独立的一些 都是世界上各地的一些独立的来源 收集到的数据 所以这些数据量之大呢 也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一个研究的可靠性 那么刚才还有人说 这些有些问题是美国造成的 的确有很多人呢 这么说我们 有人说很多的国家的问题 都是来自外部的原因 但是你不能说 说所有的都是外部的原因 我想可能有外部因素 但是呢 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像人口总数的压力啊 或者是贫富的不均匀的发展 不平衡啊 环境的问题 这些都是内部的问题 这个跟一个国家的治理的方式 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 我不觉得那种 那个说法太有道理 那个您记得很清楚 有几个听众观众讲的问题 您都一一做了回答 下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 关于腐败问题 那么就说在中国呢 现在连官方也承认 这个腐败问题呢 是非常普遍存在的 可以说是系统性的